三角形的顶点 这帮残废个个都很温顺 我们两个就拜托阿秀和阿吉看着他们 阿吉个性非常之患劣 只不过对于放他出来 患他自由的诸户衫 他的吩咐 阿吉自然是愿意听 我们靠着阿秀的手势和雅巴阿年嫂 转达了诸户的命令 阿年嫂的任务 是每日为土窗户里面的 将五郎夫妇和残废准时用餐 诸户再三强调 他绝对不可以打开土窗户的门 三餐就要由庭院的窗送进去 他对于残库的障郎夫妇 并非是心悦成福的 而是有恐惧有憎恨 因此听到这个理由之后 他就不再反抗 诸户很利落地处理着所有的习务 到了下午 这场骚动都善后完毕 诸户大宅里面只有三个男帮庸 这三个男佣人陷阻出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取得这场胜利 将午郎是以为我已经不在人世 更加没想到土窗户里面的渡行 会对自己父母做出这样的反抗行为 因此一时之间疏忽大意 就将重要的护卫陷阮派走上 诸户就出其不意果断行动 令这个结果变得非常之好 那三个男佣人出去做什么 为什么要五六日都回不了来 不知为什么 无论我怎么追问也好 诸户总是不肯明确地回答我 他只不过 完成某些工作 其实就是要花五六日以上的时间 因为一些理由我是非常之清楚 这件事是不会出错的 你放心 这一日的午后 我们两个一起走去那个乌母岩 继续寻宠 其实 我都不想再来这一座 这么黑人争的岛 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如果就这样走去 等于是留给那些人作获资金 如果这里真的有什么宝藏 我要靠我们的力量找他出来 这样一来就可以令到初代小姐 在东京的妈妈 过的好人节 哎 你都还要想想 我们要用这一笔钱 令到这帮残废人获得重生 对于我来说 真的算最起码的赎罪了 我会这么急着来寻宝 其实就出于这样的心理 照道理来说 我应该会向这个世界 揭发我爸爸的恶事 并且将我爸爸交给警方处理 只不过我扮不住 只不过我扮不住 因为这样一来 我相当于将自己的爸爸送上端头头 在前往乌母岩的路上 面诸祸 好像便解那样跟我说 我明白的 诸祸 我好明白 其实也没有其他论的了 我这样回答他 其实这个也是我由冲的想法 因为过了一阵之后 我就将话题转移到了目前的尘宝之中 显然这件事更紧密 比起宝藏本身解开暗号 并且找出宝藏更加令我有兴趣 只不过我还是不是很明白的诸祸 其实你是不是已经想明了那个密码 不是 应该说是咒文 他说的东西在哪里呢 很难找的 唉 不试一下 你又怎么知道 不过我觉得我似乎已经全部解开了这个谜底 我想你这么醒目都应该大致了解的 咦 是的 你说过嘛 咒文之中说 神佛约伤会指的就是乌母岩的那个影子 即是那个鸟居呢 跟那个什么石镜状抱发 他们要重搭买嘛 我只是知道这么多 那你就就是明白了 明白 不明白啊 那个什么真正的激碎 我就完全不明白了 什么鬼呢 唉 所谓赌鬼 其实就是指土壤上面的鬼牙 这个是你告诉我 咦 那就是打烂那块鬼牙里面就有宝藏 不是吧 就是这样 其实呢 他的意思跟解释 那是小居的直地壮差不多 应该说不是鬼牙本身 而是鬼牙的影子 如果不是这样 第一句话就没意义 将狼以为是鬼牙本身 才爬上屋顶 拆他下来 我在仓库的边边那里 其实通过个窗 我就已经看到他 将个鬼牙扔爛了 当然 里面什么线索都没有 只不过因为这个上司 我就得到了解开这个暗号的线索了 听到猪狐的话 我有种自己被人嘲笑的感觉 急得忍不住 连我面都红纱 哎呀 真可憐 我真是笨 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件事 那就是说 在那个小鸟居的影子 石地壮菩萨的影子 重踏在一起的时候 去找那个鬼牙投射地点的影子就行了 我想起猪狐问我时间的事 于是就这么分析 或者是 或者不是 不过 我自己觉得大概应该就是这样 在漫长的道路之中 除了这番对话之后 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两个都是默默前行 住户看来心情真的很残 我不敢多问 他一定现在自责着 自己去囚禁自己爸爸 这种違背人论的行为 虽然他的死人爸爸 都不能够称之为爸爸 但是直呼其名为将五郎的话 一想到将五郎 现在我们选择了个阴凉的地方坐下 这一天很难得一丝风都没有 热到我 背脏 背贴着前衫 全部都湿了 尽管肉眼看不出来 露出了一个很奇怪的表情 这一天很难得一丝风都没有 这一天很难得一样 这个鸟鸟鸟的影子 是没办法重提地藏菩萨的影子上的 是呀 还差了几米远 这一天很难得一样 之后很失望 难道是我分析错了吗 那你们再想想 那个什么暗号 或者会不会还有其他和神佛有关的东西 事实上 海岸的其他地方 都有石地藏菩萨的遗迹 只不过 投射影子的地方就应该是高处 其他的海岸是没那么高的南石的 这个岛正中间的山上面 也都看不到类似神社遗迹的地方 我怎么都觉得所谓的神 就是指这里的小鸟鸟 主护完全没有死心 就在这个时候 影子迅速前进 几乎来到了 和石地藏菩萨的肩头这么高的位置 只实一看 投射在山丘那个小鸟鸟的影子 和石地藏菩萨之间 是隔着大概两三米左右的距离 主护不停看着影子看 不知道突然想到什么笑起身 哎呀 真是可笑 这个道理 你连小鸟鸟都不明白 我们两个真是愚蠢 说到这里他突然笑 你想一下 夏天白天长冬天白天短 我说为什么 啊 认为太阳和地球之间相对的位置变了 也就是说正确来说 影子每一天落地的位置都不同 落在相同位置上的地方 一年只有两次 那就是夏至和冬至 分别是来太阳追接近 和离开尺度的时候各出现一次 是不是 这些科学科都有说 根本就不用力我说明 啊 是啊 对啊 好像你也这样 那我们真是挺笨 那就是什么呢 尋堡的机会一年即是两次 哦 长寶人可能都是这样想 他以为这一件事可以使得寶藏 不要那么容易被发现 只不过 如果这座小鸟居和石地藏 没完真是尋堡的标记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等到这个影子真正重叠 解开迷语的手段多到死了 是啊 我记得的 那时候科学老师也讨过 那三个形就行了 以小鸟居的影子和石地藏菩萨 为坑角形的两个顶点 是 没错 然后我们还要计出小鸟居的影子和石地藏之间 形成的一个角度作为底角 还要估算一下那个鬼雅影子的间距 再另外找出一个形成相同角度的地点就可以了 由于我们目的是尋堡 基于这一样东西有助于接近宝藏的小发现 真是令到我们很却弱 当小鸟居的影子投到石地藏菩萨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的手标刚刚指向5点25分 我将这个时间记录在记时堡那里 接下来我们就爬到个缘崖那里 攀过很多岩石 经历千辛万苦 测量鸟居和石地藏之间的距离 并且正确地检验小鸟居的影子和石地藏之间的差距 将这个根据三个数据画出来的三角形的宿图 寄到地视堡那里 接下来 只是需要在明天的下午5点25分的时候 确定诸户大宅土仓库的屋顶影子投射在哪里 再以今天调查得到的角度数计出不差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藏宝的地点 只不过 各位读者 其实我们两个还未完全解开那些皱纹 记不记得 皱纹最后一句有一句诡异的说话 它说 《物迷于六道路口》 《六道路口》究竟又是指什么 我们的前方 难道会有那些神话故事之中才有的 那些魔鬼的地獄迷宫等着我们吗